会议还对去产能和去库存等方面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 其中楼市去库存问题是备受关注 那么会议明确的指出了将会鼓励开发商来降低房价以消耗部分的库存 那么举措之一就是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 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 并且要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 扩大有效的需求要打通这个通工需的一个通道 消化库存来稳定房地产的市场 那么会议还提出说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的措施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买房开销要变小 购房的限制会变少 改善性的需求将会得到一定的释放 那么在租房方面也是有措施的 包括了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 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要鼓励自然人和各类的机构投资者 购买库存商品房 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 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的企业 那么对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会议 有关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这样的一个表述 有市场的观点认为 像限购还有限贷等措施 未来或将放松甚至是取消 但是对此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表述可能更多的是 针对房地产的开发领域 比如说过去对于开发企业 在限贷税收还有上市等方面的限制 因为我们现在的库存主要是在三三城市 但是目前是三三城市的画质 基本上没啥限制性调控措施了 因为一线城市房是比较火爆 楼市比较强 所以说这个句话并不意味着 一线城市的限购会放松 我认为在2016年是不会放松的 那我们还是以开发企业 这个层面的放松为主 兼顾其他领域当中尚未放松的